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4月20日星期二的第3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英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英國政府就打算推出一條新的法例 規定所有居住在英國的人 如果是有為外國政府工作的話 就必須要登記註冊 據說這條法例專門就是要來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 第二宗消息 較早前有媒體就報導 說李嘉誠誠哥 準備在倫敦大展拳腳 興建一個大型的新樓盤 這個樓盤就被俗稱為香港城 究竟有什麼新的進展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英國政府打算推行的新法例 詳細的規定是怎樣的 根據《太陽時報》的報導所說 新法例將會強制 所有身處在英國 而又為外國政府工作的人士 註冊 身處在英國的外國間諜 就會面臨刑事檢控 或者驅逐出境 有關措施 就是參考了美國現行的 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 任何人 代表外國政府利益 包括從事遊說 顧問 或者是公關等的工作 都必須要進行登記 英國政府同時 也會更新和 擴大官方保密法的涵蓋範圍 針對任何來自海外 試圖影響英國利益的人 包括了的就是 為敵對國家工作的網絡黑客 目前 這一條的法例 只是適用於身處海外的英國公民 當局也會考慮 是不是要提高目前大部分罪行的兩年最高刑法 據報導所說 這些新措施 是有助於應對來自中國 和俄羅斯等國家的威脅 其實較早前 英國本身就是想修訂叛國法 那個修訂就是 任何人如果他們是宣誓效忠外國政府 或者是外國勢力 一旦他們在英國採取任何行動 甚至只是純粹想入境英國的時候 都會干犯了刑事罪行 後來 這個叛國法的修訂 似乎就是沒有了下文 但是現在 約翰遜政府所推行的這條新法例 其實 多多少少都是有類似的功能 因為他們所針對的對象 和實施後帶來的效果 都是差不多 現在這條法例 當然他只是規管那些 住在英國的人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對呀 在目前來說 香港的公務員系統當中 其實 仍然有相當一部分的人 是擁有英國國籍的 比如說 在殖民地時期加入了港英政府 做公務員的英國人 那這班一定就是英國公民 另外有班人就是通過居應權計劃 取得英國公民護照 還有的就是有不少人都擁有 BNO護照 那這班全部都是擁有英國國籍的人 那這班英籍的公務員和英籍警官 在這條新法過了之後 當他們要進入英國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責任 申報自己 為外國政府工作呢 雖然說 他們不是在英國當地 為特區政府工作 但是 到底這班人會不會受到新法所涵蓋 就需要有更多資訊才可以判斷得到 除非這班人在他們退休之前 永遠不入境英國 否則難以來 在現階段判定得到 究竟這班人會不會受到波及 但是 特區政府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幾乎肯定是要申報 因為 這班人他們事實上就是在英國 代表著特區政府的利益 為著特區政府工作 所以這個辦事處的人 符合了新法所適用的範圍 另外 這條法例 亦可以 倒截經國五加一途徑 去英國定居的五毛 因為新法規定了 身處英國而又為外國政府工作的人 必須註冊 不註冊的話 就會面臨起訴 或者被驅逐出境 所以這班人 應該是沒有人走的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另一宗消息 之前也有媒體報導過 就說成哥旗下的集團 在倫敦 將會發展一個 大型的新樓盤 被匿稱為 這個香港城 究竟 有什麼新消息呢 有媒體報導 說這個新樓盤 最少要兩至四年之後才開賣 所以在接下來這幾年 移民過英國的香港人 在現階段 應該不用想 因為連樓花都未曾開售 其實這個所謂的香港城 是位於哪一個地段 就是位於Devitt的附近 這一個就是 目前來講的舊區 所以 如果要搞所謂的城市更新 都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所以 即使這個樓盤落成之後 都仍然會有一段時間 要做新舊交替 不是說一起好之後 所有舊區 就接賣 Stradford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在2012年的時候 倫敦就搞了下季奧運會 當時 這個就是重點的城市更新區域 目前 已經建好了有很多新樓 也吸引到部分的青年 和中產的家庭 簽了進去住 但是 整個區域的 所謂的 時薪化過程 即是Gentrification 還未完結 所以呢 如果你說在這個 Devitt 要搞這個 城市更新 一定是一個 很漫長的過程 至於我看到有些資料 就說 這個地段 距離倫敦市中心 大概就是30分鐘的車程 那麼我就不知道他怎樣計算出來 可能他是在計算這個凌晨時份 或者就是Lockdown的時候 沒有什麼車行的時份 如果他是在說 平時 我猜那個塞車情況就會 嚴重得多了 不是說半個小時可以搞得到的事 那麼當然這個地段 其實交通都算是方便的 因為鄰近就有一個 Devitt的火車站 如果說要搭車出去市中心 大概就是三個小時左右 而附近的Granich 也有一個很大型的公園 搭一個站就到了 只要我看這篇報導就說 距離金絲長的碼頭很近 這個近 純粹就是在警官上 直視的角度很近 如果要搭車的話 就要轉車才到的 另外那個警官又怎樣呢 當然就是會有何景 其中一邊應該是會看著 金絲長的碼頭的高樓大廈 另一邊就會看著 O2 即是 千禧巨彈 那個千禧巨彈的設計 當然有些人喜歡的話 就會說他很有 藝術特色 但是也會有些人聯想到 就好像有幾支香 插上一個包上 同一邊 所以 那個觀感就是見仁見智 至於這個definite 附近 在一公里範圍之內 其實就是會有一個焚化爐 當然這個焚化爐的數據都是公開的 是很安全的 據稱就是這樣 但是 大家就必須要注意這些 不要說 有很大的憧憬 你必須要看所有的優點和缺點 不能夠一尾盲目吹捧 另外 如果去到英國的時候 住這些 大型樓盤 或者叫做多層大廈 就必須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叫做service charge 就是管理費 因為管理費雖然不是 獅子開大口 可以年年亂加 也會有一定的規律 但是 只要那家管理公司能夠弄出一盤帳 搞到那個加價合理的話 你也是催不著的 當然啦 最終如果搞到相當不愉快的時候 都可以更換管理公司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 過程是多麼繁複的 不是說換就換 所以那些管理費是可以很薄的 所以大家在買之前 一定就是要思前想後 想清想錯才好 尤其是就是長實樓 大家都知道 管理費在香港 就不是便宜的 至於去到英國又怎樣呢 就需要拭目以待 如果大家想看看 究竟哪一個區份好 或者是哪個區份不好的資訊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訂閱 一個YouTube的頻道 就是叫做主家男人 主就是主飯的主 這個頻道是由Bob叔來搞的 他就是一個 都相當客觀的人 因為他就不會受到那些 發展商或者是經紀佬的操控擺佈 他所說的資訊 我認為都是 相當客觀的 是值得參考的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